由 Square Enix 在 2014 年所推出的 《勇者鬥惡龍怪物仙境》 是日本國民 RPG 《勇者鬥惡龍》的首款原創手遊遊戲 一年內下載量便突破千萬大關 而現在它的中文版也終於進軍台灣 就讓本中的攻略報報 替玩家們剖析一下這款超人氣新寵兒吧 《勇者鬥惡龍怪物仙境》 顧名思義主角便是漫畫大師鳥山明 現身比下那群可愛的怪物們 大家要利用他們組成隊伍 一同闖蕩各式迷宮 並且收服更多的同伴 納入你的麗下 不過一開始要先提醒玩家一個觀念 怪物仙境中 將怪物放在帶頭位置會發動的隊長特性 只有些許的數值加成 隊伍強弱主要還是取決於 全體隊員的能力加總 靠著手抽抽到一隻強力怪物 或許能夠在前期所向披靡 但是單打獨鬥遲擾也會吃憋 所以手抽固然重要 但如果真的抽不到心儀的怪物 也不用太過於執著囉 在遊戲的主線 也就是迷宮探索的過程中 一邊突破機關 往出口前進的同時 也不要忘記搜刮一下寶箱 以及路邊發亮點的物資 尤其是藥草之類的補品 在過關之後都會換成金錢 所以在危機的時候記得別太吝嗇 儘管用掉吧 而在遇上敵人的回合制戰鬥中 敵我雙方的怪物會依據敏捷數值的高低來依序行動 大家可以先集中攻擊擊擊手的怪物 或者是針對弱點來施展皺紋 當然怕麻煩的人也可以交給電腦AI來自動戰鬥 只不過如果隊伍的等級和怪物沒有相差太多的話 最好還是步步為營 由自己確實下指令來行動會比較妥當喔 至於隊伍成員方面 除了物理與皺紋攻擊要兩者兼具 以對抗物理或魔法耐性的怪物之外 初期的捕師推薦很常出現的霍伊米史萊姆與史萊姆騎士 而後期就用史萊姆轉身而成的史萊姆王 這樣才能夠將一些低階時期好用的補血技能 給一起繼承過來喔 當然在努力過關之餘 也不妨試著去挑戰每關設定好的使命 以獲得額外的獎勵 至於有些明顯超越目前玩家實力的目標 則可以等未來提升實力之後再來挑戰 在怪物培育的部分 考慮到新手玩家的金錢有限 建議氣力傳授的時候 在同種系經驗值有1.5倍加成的前提之下 先把一些F級別的怪物集中位到一隻F怪上 再把一些強化過的F怪集中位給一隻E怪 以此類推慢慢的堆肥才不會一下子就破產囉 除此之外使用流浪金屬的鑰匙 可以在一個小時之內反覆進入金屬迷宮 藉此獲得擁有大量經驗值的金屬系史萊姆 玩家們可得要好好把握喔 另外一方面能夠將相同的怪物合體 增加星數來快速提升戰力的提升力量固然好用 但是只有在兩隻怪物的等級都練到最高 才能夠獲得最多的數值加成 可別白白浪費囉 最後遊戲還有一個 能夠揮揮其他玩家隊伍的鬥技場 記得也要每天來這裡挑戰一下 不管輸贏都可以獲得寶石幣和抽獎券等不少獎勵 當然如果想要百戰百勝的話 可就要付出更多時間與耐心 讓自己的怪物們成長茁壯 並且好好研究出屬於自己的獨門戰法囉